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风尘秀集,我是Yoshi AI在我们现在或是在未来的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 根据Facts and Factors Market Research Report的报告显示 全世界AI的市场将从2020年的30个Billion 在2026年的时候提升到300个Billion左右 平均每一年的成长幅度高达了35% 由于人工智慧的市场在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也就引领了非常多的大公司企业 早就都开始投资在这个未来非常有潜力的产业上面 目前市场上主要的一些开发投资公司 几乎都是大家恶熟能想的 像是Google,Apple, Baidu, IBM, Microsoft, NVIDIA, SAP, Oracle, Tesla等等的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AI基本上已经触及到各个不同的产业上面 那到底AI目前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跟区块链科技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从最近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到这个project叫Fetch AI 他们就是透过用人工智慧的一个科技 来去让一些对电脑程式完全没有概念的人 也可以透过他们最新发表的AI平台 来去发行他们的NFT 那他们的这个NFT平台 跟目前市场上非常流行的OpenSea的平台 差别在哪里呢 主要是如果你想要铸造像是CryptoPunk 透过电脑数位来演算出来的NFT的图形的话 必须要透过一些程式的设定 同时也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程式码 才有办法去铸造像CryptoPunk 这种透过电脑演算所铸造出来的一个NFT 今天透过Fetch AI他们这个新的平台 就可以让所有的设计者著作出来 他们所自行设计跟设定的一个NFT 就像我们稍早的文章里面有提到 AI的技术触及的层面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在区块链科技这个产业里 所需要运用到AI技术的领域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也就代表说刚刚的NFT的平台 其实也只是Fetch AI 他们所提供的一个服务项目之一 如果我们从Fetch AI他们过往的历史来看的话 就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Fetch AI他们早就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参与了Mobi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网络的委员会 其实在这个Mobi 他们的合作的伙伴里面 不法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著名的公司 像是Amazon 像是B&W 像是Accenture 像是Bosch 像是Consensus 像是Continental DLT Ethereum Alliance Fetch AI在这边 除此之外还有GM Ford Hitachi Honda Hyperledger Hunday IoTA Loopering Ocean Protocol NewCypher Ripple Sovereen Toyota 等等的一些区块链公司跟车厂 他们都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所以表示说Fetch AI 他们其实在很早的时间 就已经深入到整个汽车产业里面 除了汽车产业之外 Fetch AI 他们早就在2019年的时候 跟T-Lab 就是欧洲数一数二的一个电信公司 他们一起合作 来去发展一个数位的经济 其实这个T-Lab 他们的电信产业 是横跨全世界的 除了包含了德国的电信 美国的T-Mobile 还有西班牙的California 还有Orange 其实都是T-Lab网络上面 使用的电信公司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 他们触及的这个网络是多么的大 整个市场是多么的有潜力 除此之外 Fetch AI 他们在DeFi的部分 也架设了一个AI的流通性提供者的管理的系统 透过这个AI的流通性管理系统 可以藉由一些设定 来去轻松的管理你的所有的流通性 那他们的这个平台 已经目前跟Uniswap跟Pancake 都整合完毕 所以在DeFi这个领域的话 也可以看到Fetch AI他们的主机 那因为Fetch AI他们的运作 也是透过Proof of Stake 所以当然也可以透过他们的网络 来去Stake你的Fetch的Token 其实在今年5月的时候 Bosch跟Ocean Portugal 还有Fetch AI 他们都加入了这个ContainerX这个委员会 然后希望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来去进化整个欧洲的汽车市场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CatainerX 他们目前的网络里面的委员 除了B&W 除了Bosch之外 有Mercedes 有SAP 有Microsoft 有T-Mobile 有Siemens 有Volkswagen 等这些大型的著名的欧洲的车厂 其中这个Big Chain 这个DB 它其实就是代表了Ocean Protocol 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发现到这个叫DLR 这个DLR 其实他们是德国的一个太空研究中心 其实这个研究中心 他们早在2020年的4月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研究 如何透过减碳的方式 来去保护气候变迁的一个问题 在他们的研究报告指出 有两个方式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一个释放 第一个就是透过简单的储存的方式 来去将这些二氧化碳给先储存起来 第二个另外一个减碳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透过这些二氧化碳 所产生的一些能量 来去进行加密货币的挖矿 虽然说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们是以一个carbon coin 作为一个例子 但是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想到挖矿的第一个反应的话 不外乎就是会想到Bitcoin 所以其实德国太空研究中心 他们早就已经在研发说 如何利用这个再生的能源 然后来去进行所谓可能性的比特币挖矿 其实这也在我之前的video里面有提到 Tesla一直在欧洲跟澳洲 设立不同的能源的储存中心 其实把这些资讯连接起来的话 就表示其实透过二氧化碳 这个再生能源来去挖比特币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执行的一个方案 刚刚在他们的合作伙伴里面我们提到了这个Big Chain 其实这个Big Chain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其实是代表的Ocean Protocol 所以表示其实除了Fetch AI以外 Ocean Protocol在整个汽车产业的网络链里面 也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从他们的合作伙伴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Dabner,Microsoft,Interledger,Porsche,Toyota,Volkswagen,Polkadot 其实早就都跟这些汽车的产业链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 除此之外Fetch AI他们也早就跟这个Zero Chain 一个去中心化区块链的储存平台 致力于保障传输中资讯的一个安全还有隐私性 那从这个Zero Chain他们的合作伙伴里面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Ocean Protocol的影子 同时他们也早就利用ChainLink的Oracle的系统 来去作为线上跟线下资料传输的一个接近 所以其实大家把刚刚这几个project都连起来之后 就可以发现透过Fetch AI在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延伸 所连结的一些其他不同的加密货币的project 就可以知道说Fetch AI在未来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目前Fetch AI 它在市场上目前的市值大概是361个million 跟我们稍早讲的未来的市值大概可以来到300个billion 即使它之后的市占率只有市场上的5%的话 也有将近15个billion左右 那以15个billion的marketcap跟现在的360个million的marketcap来比的话 至少有20-30倍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所以其实我觉得目前市场上Fetch AI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量的被低估的 不过大家要非常注意的是 因为这个AI科技的运用跟它的广泛性还是需要时间来发展 所以我将近这个货币将会是长期持有的一个有潜力的project 但是短期间内如果要看到它暴冲的话 我觉得相对于是不容易 不过如果我们以一个长时间的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project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潜力的 那因为刚好最近Fetch AI 他们也在美国的Coinbase上面上架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在使用Coinbase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透过去了解这个Fetch AI这个project 然后获得一些免费的token哦 那我们就先来到这咯 如果喜欢我content的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到这咯 拜拜